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传统优势的女子投掷四项铁饼 千秋 标枪和练球 中国八位姑娘的目标 自然是包揽金牌和银牌 特别指出女子标枪选手吕慧会和刘诗盈 作为今年已经删入钻石联赛总决赛的两位猛将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再次冲击亚洲新纪录 女子一百米兰 这两年亚洲没有什么新人出现 唯一有可能进入十二秒大关的无水胶 就是超级选手般的存在 去年十二秒九十七 今年十三秒零八 这两成绩足以打毙亚洲 而女子称刚笑的李宁 虽然这两年成绩没有什么突破 但只要能维持在四米四十左右的发挥 李宁独怪无疑 这个高度对她来说很轻松 此外谢杨石姐和杨嘉玉 共同把持的女子二十公里进走 放慢点走在亚洲也足以轻松包揽换亚军 同样巨大的优势 在女子四成一零零米上出现 算是连赛伦敦战获得亚军 前进世界杯获得第三 但这两成就 其他亚洲女队就无从比起 而当了勇力今年在女子一百米上跑出十秒九十九之后 亚洲女子端跑竞争格局彻底改变 为勇力大致跑到十一秒 二到十一秒三左右 亚洲层面已经没有对手 和女子有九个必夺金项目不同 男子方面可以达到夺冠 就和上班敲卡一样简单的 应该只有男子敲软 亚运会选白赛上 王佳南跳出八米四十七 张耀广八米二十九 这对于只有八米零级水平的 其他亚洲对手来说 难以想象 女子跳远徐晓丽和陆敏佳 在亚洲也有优势 但对比印度 一米选手最多只有十多厘米左右的优势空间 就不能设想的太难管 而我们的男子跳远了 二十厘米到四十厘米优势 不应怎成 苏炳天最受关注谢震业意外 伤退到遗憾 虽然不在已胜保底十斤的范畴里 但能吸引国人关注的前进最热门点 项目莫过于一百米短跑 只莫过于苏炳天 虽然苏炳天的九秒九一 独步亚洲 但男子短跑千变万化 不适合直接放到保底金牌里去 好在以苏炳天一关高度稳定的发挥来看 离金牌稳了也差得不远 比较强大的对手 第一莫过于阿曼的哈尔地 西亚国家里第一个破石选手 另外沙特的阿布卡尔 以往的塔弗蒂安 也都跑出过十秒03的新国家记录 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弱 苏炳天万一有个闪失 机会就会偏转到其他人身上 可惜的谢震燕在亚运会即将开赛前 公开宣布自己英商退赛 苏炳天的一百米优势虽然未变 但我们失去了双保险机制 毕竟谢震燕也是九秒九十七的超高水准 更重要的是 作为今年亚洲二百米头号选手 谢震燕的缺席 直接让我们少了一块金牌 而接绿赛 如今中国对情况更为不妙 接力世锦赛之后 苏炳天和谢震燕都没有和皮炮过一场整赛 现在干脆胜苏炳天一人能出战 而在投放用人上 中国队也有相当大的争议 日本选手去争议百米单向冠军有点难 但他们的流畅配合 却可以帮助他们再次乘100米 上多年来一直恒星亚洲 现在两队差距又被拉开 所以苏炳天现在肩膀上压力更大 中国男子短袍 就剩他的100米最稳当 为了捍卫中国前进的荣誉 100米冠军必须的拿下 非洲人驻巴林卡塔尔腾飞中国 直下的最强队只能是他非洲转席兵团的存在 把日本印度这样原先的亚洲前进强国挤出前三 而在此方面尝到甜头的巴林和卡塔尔 就从今年多个项目钻石联赛都有多名两国选手来看 这次亚运会两国的非洲选手们 依然是喧嚣主角 对比卡塔尔只有400米和400米来等几个项目 拥有顶尖非洲这级选手之外 巴林的优势面涵盖从400米到马拉松的诸多项目 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上界亚运会 巴林以酒精六野三同排名奖排榜第二 领先第三位卡塔尔的六金三同 本届比赛巴林极限发挥可以达到酒精 而失去了男子100米和200米烧金机会的卡塔尔 肯定保不住六金 这就给了巴林一直在中国之下 对比其他队则是遥遥在上的从容机会 亚运破世界纪录 这可能只有他们行在亚洲 会上要能打破田径世界纪录 那可是不得了的是 美国全国锦标赛 欧洲田径锦标赛 这样的顶线赛事都极难得一见 亚洲怎么会有 但本届亚运会还真有希望 首先就是男子400米来的卡塔尔选手丧巴 他今年跑出的46秒98 就比世界纪录慢了0.2秒 赛该项目历史排名第二 方法几战钻石联赛完事后 一直被占亚运会 且看他的好成绩能报到哪里去 虽然 方法其实是毛里塔尼亚人 不过男子跳高的巴西 母是正宗塔塔尔人 2014年他最好成绩曾杀到过2米43 离世界纪录就差2厘米了 随后几年内都没这么强的发挥 但巴西母一直能弯强 保持在2米40左右 今年也已经两次过了2米40 依然有能力冲击2米45的世界纪录 虽然跳高和其他潜性相比 不予禁止 但有巴西母在 体育场戏分会因他而始终高涨 第1kom 防律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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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御